现在的毒品真的跟以前长得不一样 特别是包装可爱的毒糖果、咖啡包 外观根本难以分辨 高雄市警察局与毒房局为了保护青少年 加强师长的反毒观念 启动反毒列车 更运用VR介绍毒害资讯 还有3D互动游戏 果然成功吸引学子目光 直说毒品好可怕 这包装可爱色彩鲜面的糖果、咖啡包 不说你知道里头竟然是可怕害人的毒品吗 高雄市警局与毒房局为了保护青少年 加强反毒观念 特别选在购物商场前 启动反毒啪啪狗校园行动宣导车 3、2、1、起动 包裂特勤远景还特别演练攻坚 围捕毒品交易 伸手俐落过程迷身 透过科技宣动的方式 把枯燥的宣导变得更加活泼 这是少年队与财团法人资讯工程测进会 共同合作 引入多媒体VR显示器 将3D互动科技设备带入校园甚至偏乡 要让师长也能快速更新资讯 多一道毒品防线 我们针对学校的老师家长等等 也是跟他们宣讲 因为我们单纯学生了解 这个效果是不大 要老师要家长一起 共同的来断绝这个毒品 这个才是我们工作一个 新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目标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中 很重要的阶段 很容易因为无知 好奇 交友不慎 误出毒品 高雄市警局呼吁平常忙于工作的家长 趁着年节假期 多陪伴 倾听孩子心情 若真有发现异状 请尽快拨打110或0800770885 24小时免费戒毒专线 保护孩子健康成长 港股新闻 李嘉朗罗绍军 参谋报导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